很多人都很担心自己幻想糖尿病 就要吃药食一世了 那Dr. Cheryl 你怎样看这件事呢? 你要认真戒口 因为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 而糖尿病前期就是在血糖测界 而又未达到糖尿病水平的时候 大家好 欢迎回来Call Me Doctor 我是你们的家庭医生Dr. Amy 我是Dr. Cheryl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就是糖尿病 Amy 你有没有发觉 现在糖尿病患者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迹象? 我上个星期见过一个病人 只是30出头 他就有二型糖尿病 其实也是的 因为种种原因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食物都越来越不健康 其实根据研究 20-47岁左右 每六个人就已经有一个患有糖尿病 对啊 有一些估算还说 去到2047年 全球有10亿的人口都会幻想糖尿病 糖尿病的成因就是身体分泌不到足够的胰岛素 又或者身体运用不到分泌出来的胰岛素 导致血糖水平持续升高 而糖尿病前期就是在血糖宅界而又未达到糖尿病水平的时候 就有一段时间我们称之为糖尿病前期了 根据美国糖尿协会的三项血糖数值 分别是胸腹血糖水平 口服葡萄糖内量测试 和糖化血红素 HbA1c 如果任何一组的数值超出标准 都已经是糖尿病前期 医生很多时候在这个时间就会跟你说 你要认真戒口 因为糖尿病前期是可以逆转的 如果认真地戒口 减重 做运动 有机会变回没有糖尿病前期 但当一旦你的胸腹血糖持续高过7 又或者你的糖化血红素高过6.5 你就踏入了糖尿病了 一般的糖尿病症状可以是口干 经常去厕所尿频尿急 还有体重有机会是不升 反而会更加跌 但大部分的糖尿病人士的症状 是察觉不到的 很多时候真的去做身体检查 才发现原来自己血糖窄戒 所以其实我们都应该定时定后 去家庭医生那里做个身体检查 去看一看我们会不会有机会有糖尿病的问题 譬如是一些家族有家族史糖尿病的人 有肥胖问题的人 本身有高血压的人 又或者以前大肚怀孕的时候 有试过有任性高血压或者任性糖尿病的患者 都会增加他们患上糖尿病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这么紧张要控制好血糖呢 就是因为如果血糖控制得不好 会导致很多的病发症 因为会影响我们很多的器官 譬如如果它影响我们的眼睛 譬如我们俗称叫糖尿上眼 它可以导致白内障、青光眼 和糖尿病引起的视望膜病变 它也可以堵塞血管 如果堵塞心脏的血管 就会导致观心病、心脏病发 如果堵塞脑部的血管 就会导致中风 其实糖尿落脚 这是一个统称 一般来说的因素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腿部的血管堵塞了 导致血液循环不好 有机会导致一些溃扬 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糖尿病 引起的一些周遭神经病变 令到那些病人 其实他们的腿部的触觉 是没有那么敏锐 有时击撞跌倒 损了他们都不知道 有机会在那个地方导致一些溃扬 他都不知道 还有整损了之后 他们的伤口都会比一般人难好一点 一般医生都会建议病人 要注意他们的糖分摄取 还有也要做适量运动 大部分我们都建议病人 要吃一些低升糖的食物 Low GI diet GI 即是升糖指数 其实就是由0到100的等级范围 去对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进行排名 数字越大 其实就是代表碳水化合物的消化是越快 低GI 通常来说就是55或以下 例如有些通芯粉 燕麦 桥麦面 全蛋面 绿色蔬菜这些瓜类 或者番茄 羊 牛 鸡都可以进食的 而中等的GI就是56至69 例如乌冬 意大利面 红米 草米 南瓜 粟米 木瓜等等 而高GI 即是70或以上 大家就要避免了 例如糯米 白米 薯仔 白面包 蛋糕和糖果 进行低GI 饮食 除了可以帮忙控制血糖之外 还可以控制我们的体重 以及可以改善皮肤健康 不过大家有一点要留意 就是低GI的食物 不代表它是低热量 有些食物虽然它是低GI 但因为它含脂肪含量很高 所以它也是高热量的 大家要选择食物的时候 除了看GI值 还要看卡路里值 好像是花生 坚果 牛奶 虽然它们的GI值比较低 即是它们被人看吸收之后 升糖指数不太高 但因为它们的油脂成分高 而且热量也不低 大家吸取的时候 都要注意份量 除了低GI食物之外 其实运动也很重要 我们建议一个星期 最好有8-5分钟的运动 其实你除了一个星期 5天半的运动 记住要做一些大氧运动 在适当时 也加一些高强度的运动 可以连运我们的肌肉 很多病人都会问我 医生 怎样叫大氧运动 其实很简单 我就会跟他说 你轻轻有点喘气 但还能说话 那就是大氧运动 在控制糖尿病病情的时候 医生会定期量度你的血糖 和糖化血红素的指标 糖化血红素 其实是量度过往3个月 血糖的平均水平 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去看糖尿的控制情况 一般成年人 希望糖化血红素 可以保持在6.5以下 但如果有一些年长的人士 因为我们担心 他比较容易出现低血糖的副作用 就可以把这个指标松一点点 所以在这个医治糖尿病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很个人化 也都要跟你家庭医生 相讨有什么方案才是合适的 如果做完一些生活上的调节 都控制不了的话 医生就会跟你商量用一些 口服的降血糖药 甚至乎要用到胰岛素针 很多人都很担心自己 患上糖尿病 就要吃药食一世了 Dr. Cheryl 你怎样看这件事呢? 事实上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疾病 很多时候透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饮食习惯、做运动 都很难去控制 是一个很好的水平 所以医生有时有需要的时候 都是要处理药物 希望可以减低一些 譬如中风、心脏病 这些病发症的出现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今天都说了很多 关于糖尿病的医疗知识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医疗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资讯 不妨可以like、subscribe、share 给身边的朋友们知道 让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如果想紧贴最新、最齐的 生活消费资讯 立刻下载etnet财经生活app 或者上etnet.com.hk看吧